蔬食好主意 蔬食好主意 美味有创意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今天的蔬食好主意 不管是出家人 在家中 也好 许多人在还没有吃素之前 总会认为大鱼大肉很好吃 好像没有吃到不行 但当我们接触到素食久了之后 反而就会觉得吃肉心味很重 这其实都只是过去的习性和执着 只要转变心念 就能够发现吃素既健康又美味 今天我们的美食专家 又要为大家做出哪些 好吃又营养的蔬食料理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今天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第一道美食 我们这是要做义式的 来看这里 我们这道美食叫做义式麻花面 什么叫麻花呢 就是麻绳的那种感觉 其实意大利面有很多种 我们今天买的是这种的麻绳的感觉 麻花面 我们看这里食材 来这个就是 意大利面就是麻花面 就是做成麻绳的 也有做成各种不同的造型 就是意大利面就对了 然后这个是鲜奶 起司粉 黑色橄榄 番茄 牛番茄 青豆仁 这样做出来就很棒了 调味料也很简单 盐 胡椒粉 这个义式香料 然后这个是橄榄油 这样就可以了 那做起来是一个非常美味的义式风味 麻花面 我们一样请到我们的美食达人 张师兄 就热忱 然后推广 酥食的好伙伴 对 好 答案倒没有 没有啦 这一定会 你这点缺义就会 只是做得比较久 我记得这应该十几岁 十七岁 就开始自己做素菜 有你整理就对了 你才这样 少年人 切肉拧肌了 没关系 年纪 三十一年 年纪的经验越好 对不对 大家赞一下说真的 那说是很好玩 就是读书 然后就自己 几个同学住在一起 然后就开始做素食 对 做素食 然后每天都在便当给同学搭伙 我给你最后是什么 这辅助给你的任务 真的 所以你一定要做这件事 对不对 都是 所以它那么久的时间 它真的 看你会做多少 但是无量的 没有啦 就是 想做就做 然后把不同的食材 那我们尽量的想 如何做这个南洋风 或者是说什么风 我们尽量的让它广阔 今天就是属于比较 意大利 意大利 是的 开火 好 让小朋友 我最记得很多年前 我在国中教那种高 那种什么高光怀班的时候 学校 一般一般 学生也是上过课 结果有几个吃素的 那老师就来跟我讲 哎呀 老师啊怎么办 我们这几个有几个很麻烦的那些吃素 我说一点都不麻烦 这个我亲自为他做 然后我的助理就做那些一般的学生 那我就是做那些素食的同学 他说每次到外面去啊 每次吃啊 那些学生都哭了 吃麦当劳 没东西好吃 哦 瘦死就没吃 都没吃 我觉得很可怜 好 好 每天都给你万年 你成功 结果我觉得那次 学生好得意哦 非常得意 我永远记得那一幕 我就做起司炒饭而已 起司炒饭 哦 你说好好吃哦 别的学生说老师我也要吃素 我要吃素 我说你假的没定期 没量啦 没有那个量 你不是说你想吃素就有 这个要有因缘 记得 就从那次开始 那些学生每次看到我 甚至学校都叫我去 去学校推广 我还教过那个学生亲子班的 亲子啊 那些学生啊 所以他平常不吃素 我教了素食以后 他们都爱上素了 爱上素了 他们都认识素食也开始了 我觉得很棒 好 我们就弄点油 然后把番茄的切红素 给它熬出来 熬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加一点点汤 可以太多哦 永代用鲜奶 去调它的味道 我们用太多 对 不能太多 让它稍微再煮一下就可以了 待会就准备要加我们 今天的鲜奶下去 然后熬一下下 其实素食可以世界各种的风味 都可以做得出来 当然 跟做分的一样 你只是观念改变 观念 食材改变 让我们天然的素材 对 酷略的也好 蔬菜类的 根筋类的 叶菜类的 很多可以用 其实反而素食的食材 比较健康 因为它比较没有添加物 对 真的是很棒 所以我们大力推素食 没问题 好 我们一定的 好 来 这个是好事情 好 来 先来 先来 来 开拆一点 有 接待了 好 先来 但是不够的 OK 这个还有 有 你看这个味 颜色很棒 很棒 好 放鲜奶 鲜奶 鲜奶下去 感觉很棒 黑橄榄 也可以下去了 味道跑出来 对 我们做这个 都是非常简单的 对 这样就很OK 那其实做这样 其实那个 就叫番茄要炒 对 炒得很好吃 香 还有它本身的营油会增加 茄黄素都会跑出来 简单的几个流程 记得你就会做出好的 而且很健康的素食 对 其实做素食真的很简单 很简单 你看看 从刚刚看到现在 是不是都很简单 那就单会 对啊 单会 那你等的时候 还可以做其他的 对 因为在家里时间短 可以切菜啦 熬汤啦 可以同食 对 这是非常棒的 一个素食的做法 其实黑橄榄 像这些事情 我们台湾人都比较硬 黑橄榄也很棒 对 你光满来切薄片 夹面包 都可以 那我们在这个时间 不要这样切太厚 对 我们就加一点点调味 不要太多 简单的 一点点 好 圆 嗯 就很快就可以完成这道菜了 待会就要把我们好的 这个 一般的意大利面 或者是 好像今天是弄的麻花面 其实它的 造型 造型不一样 其实那种是一样 那一般他们 我们在餐厅用事 会先汆烫好 然后用盐巴 跟一点橄榄油 先汆烫 然后备用 你看 因为这已经是汆烫好了 因为 这个汆烫比较煮食器 你以为它原来都是乾的 对 都顶到口气 对 那意大利面 有很多种 有蝴蝶结的 有很多彩色的 对 小孩子非常喜欢 还有空心的 空心的 空心的 对 还有各种造型的 空心面的很多很多 对对对 你把它买这些的回来 我今天小朋友 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让它 收拾 一定的时间就是 因为汤汁我们待会调好味 就是由 因为面开始 又会吸汤汁 对 所以它就有一些味道 就会融合在里面 然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 意大利香料 对对 对对 会非常的棒 对 对 因为在这边做这个火 火还是不会很棒 可以 你应该去慢慢来 其实这个很快 因为这面已经汆烫好了 对对对 让它再收拾一下没事 对 其实外国人还是 光一种面就可以做很多 做很多种 对 做什么 蝴蝶结的啦 做空心的 做造型的颜色 而且它颜色有很多种的话 它里面还有的是红萝卜的 有的是蔬菜的 所以你吃一盘 一大利面 其实里面的两分都够了 营养分都够了 所以我们每天五蔬果 所以我们想想天天五蔬果 健康跟着走 健康跟着走 这是有没有 对对 但是我觉得吃荤的要五蔬果 那比较难 吃素的五蔬果比较简单 所以我问我 有没有五蔬果 我说我大概都超过 超过 超过 所以我觉得说 吃素真的是 吃素健康 吃素健康 真的 这个大概把 大概弄五分钟 或大概八分钟的时间 让它有一点收拾 让它收拾 收拾 收起来的话 待会儿 用一点点的汤汁 留一点点汤汁就可以了 对对对 再滚一下一下 所以以前我们 不过以前年轻的时候 就喜欢吃素 然后推广舒适 健康学育别想太多 想想我现在自己 在做这个素食的推广 难怪 时间过得好快 难怪你都 年纪都动力 都动力 后面是没有 因为吃素 周姐跟你讲 我们吃素 如果吃对的素 确实它在整个皮肤 还有它的 身体状况 它真的会 比较灵晴 是 真的比较灵晴 我自己 新生体会 因为这个跟酸碱子 没有关系 对 像你看我们如果 肉类吃太多的人 因为它本身 酸性的体质 皮肤的老化 比较苦 最简单的 我为什么吃素 就是因为 你以前长得太多 这个斑 太多 我自己长到害怕 你的新生经验 所以说 我也很感谢 长到我自己害怕 我朋友就说 你要改变体质 你的那些斑就不见了 就不会再长出来 我是因为这样 而踏入素食的 这个你看 结果真的差不多 差不多一下 差不多 有没有 这个整个都变得 用给我们的 这个麻花面 把它吸住 或是意大利面都可以 所以因缘 那个因缘 是不是开始吃素 对 所以才开始协做素食 做到有新生 真的吃素 一年以后 通通没有再长出来了 真的是 这个体质 真的可以改变体质 真的改变体质以后 我觉得蚊子也比较不会叮 为什么 因为已经是碱性品质 碱性品质 慢慢慢慢 要到吃素 七年以后 体质完全改变 它会七年造型 我不知道 终于讲了 听人家这么说 那个七年的时间 你们可以整个改变一下 七年的时间 七年以后 这有可能 好 上面加一点点 七十分 就可以了 嗯 嗯 然后要把它 其实七十分 要加一点 在里面炒也可以 比更有七十的味道 上面也没有关系 对 对 这样也可以 可以感到 嗯 对 这样非常的 都非常的好吃 嗯 所以一盘 这个意识的 这个 意大利面 或者是麻花面 你可以自己 这样做出来 其实很健康 这个 外面的 这个 外面餐厅的差不多了 餐厅的这一盘要好几百块了 对啊 自己做便宜又好吃又微生 又健康 好 我们这一盘 这个意识的 这个麻花面 已经OK了 请您做做看 一定很棒哦 棒哦 意识麻花面 食材 麻花面 鲜奶 起司粉 黑橄榄 牛番茄 青豆仁 调味料 盐 胡椒粉 意识香料 橄榄油 做法 一 番茄切小块备用 二 起油锅 加番茄 放入拌炒 三 将鲜奶 倒入锅中 再加入黑橄榄 青豆仁一起拌炒 四 加少许盐 辛菇粉调味 再放入麻花面拌炒 至熟即可起锅装盘 再撒上 起司粉便完成 阿弥陀佛 各位好 好 接下来要为各位观众介绍的这道菜是甜品 这个也是非常有益健康的 来 我们叫做白木耳 白木耳 艺人顿钟 白木耳加艺人 主题是这个 看这里的食材 来 白木耳 这已经洗过泡过了 白木耳 红枣 白果 还有艺人 艺人也洗过 有汆烫过 然后这个莲子 就这样加起来 然后加一点冰糖 配料是冰糖 还有鲜奶油 这样就可以了 会会一个非常棒的 非常对身体有益的一道甜品 大师兄好 大师兄好 大师姐好 真的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是我最快乐的一天 那我们今天做这些都非常的健康 我们叫白木耳 其实白木耳 对人体的健康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棒 对 以号称是这个 跟燕窝同等级的 燕窝的那个胶原蛋白 胶脂 都是非常好 对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什么燕窝 什么什么那些的 最好的就是这个食材 对不对 好来 我们做这些都是非常好做 又非常好吃的东西 这鱼汤很简单 鱼汤 但是这有讲这是用炖的 炖的 因为我们阿姨那个关系没办法用炖的 我们就把它煮 用锅子煮 但是在家里我们不要这样做 我们用个 你要用什么样的炖锅 最好炖多久呢 炖一点点 为什么炖到这个 炖到这个白木耳 浮掉 让它变成一个胶 胶子通出来 胶子里面的 那真的很棒 我以前去我师傅那边常常吃这个 这真的对生理非常棒 这是养颜美容的盛品 对 又简单 对 真的很棒 做得很简单 你看把它放进去 慢慢炖 慢慢炖 或者电锅按下去 你就可以去看你要做什么 像材料 所以真的很棒 其实你要什么材料也是随便你 年纸、六纸 那很多鸡蛋 都可以 那你要加什么都可以 那这年纸主意 这是主意里面 有心 没有苦 如果要吃苦也没关系 那有好处没办法 有好处没办法 好处没办法 好 来 好 来 好 来 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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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是鱼杏 鱼杏 是吗 再来 加一点红枣 什么 因为你独自做 对 那有的人是说什么 加血帘子 那也不错 那胶子也很多 非常棒 血帘子也是非常的棒 其实这个红枣在我们料理里面 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因为它有天然的甜度 对 那你 汤 或是说 插一些菜 不然是这个红枣 它的甜味可以代替味素 对 你又不用 其实对 你可以用很天然的东西 像我们今天做这个 你看 一点油也不需要 一点什么也都不需要 做出健康又美味的食材 很棒 你要加其他的 你自己比如说你其他的东西 你说 我说血帘子 或者说有很多很多类似这一方面的东西 你都可以加 我们今天是也加红枣 因为你要做出来 这一碗 让人家看的颜色也很棒 对 颜色也很棒 而且又好吃 而且对身体又健康 真的不困难 你看看 最早要40分钟 才会那个白木耳都烂掉 让它烂掉 整个 汤就是有点像勾芡 那不是勾芡 那不是勾芡 就是用天壤的胶脂的一个示范 对 对 所以真的台湾是吃素的天堂 人家说吃素的天堂在台湾 在台湾 所以我们有这种荣幸 生长在这里 我们真的要非常的 台湾其实很棒 像我们去国外 好像我有时候前几年去中国大陆 还有美国 帮人家开素菜餐店 发现到其实 台湾人的工作态度 还有我们台湾的这种 对佛法的这种投入 我觉得真的真的非常好 对 真的 而且是冰糖 所以我觉得说 台湾的灾难比较少的 没有尴尬 所以大家一起来努力 不管在佛法上 而且在推动素食上 都要加把劲 没问题 对不对 而且你看 你吃素 你不吃众生肉 你就跟众生怎么样 结下非常好的一眼 对 对不对 这何乐不为难 对不对 你要说你要修行 从吃素开始 最快 最快快的 然后可以 就是不要结二眼 人生 对 不要结太多 切众生是蛮聪明的 对 众生是蛮聪明的 你知道 真的 所以我们尽量不吃重分肉 我们来吃素食 我们来写素食 这样对 真的对地球 爱地球 爱众生 真的都非常地棒 你看我们一天没有吃到肉 可以减少7公斤的二氧化碳 对啊 7公斤的 我们讲 7公斤是怎么算的 那是大县电荷果 那个环境危险是算出来说 这个养这些猪啊 鸡啊 养哪儿 要花多少的木槽啊 对对等等的 水资源啊 砍树等等的 7公斤大概 他们去做一个统计 大概直径大概 7-8公分的树 500棵 一天手吸的二氧化碳 所以不知道的不知道 所以一天 如果没有吃到肉 代表你种了500棵小树 哇 一天吃素 没有吃到肉 无肉 没有吃到肉 代表你种了500棵小树 真的太大了 我们说实在 好了 可以起锅 不过这个等一下焖久 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 对 大概焖个真的是要40分钟到 一个小时 最好 用炖锅炖 或者用电锅炖 那你 如果 其实可以加一点更健康就是黑糖 也不错 它的香气也不错 黑糖的空子更多 嘿嘿嘿 这样非常的棒 好 夏天你要吃冰的 等它凉了以后你就放冰块 对 很好吃 这非常棒 你爱吃鹹的你就沾鹹就好了 就可以成了一个咸的一个 OK 好 那再来 把那个鲜奶 倒下去 一点点 这不一样 鲜奶油 这是鲜奶油 好 OK 我们全部倒 好 不想我们吃 来 这道菜已经完成的甜品 请大家来看看 做做看 白木耳一人炖粥 白木耳一人炖粥 食材 白木耳 泡过水 红枣 白果 一人汆烫果 莲子 调味料 冰糖 鲜奶油 做法 一 将所有食材放入滚水中慢慢熬煮 二 依个人口味加入冰糖调味 三 炖四十分至一个小时即可起锅装盘 最后再倒上鲜奶油即完成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仍然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 此配至夜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公宋妙法莲华经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日期2月24日星期五至2月26日星期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 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询电话 05-633-1565 法会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慈悲之夜花莲中心 举办起见三天消灾操见祈福法会 礼拜三千佛明经 点灯供水 护生 药供即甘露诗食 恭请法务三众共同领众 日期3月18日星期六至3月20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学名词灌顶 灌顶 灌顶是佛教密宗一个很特殊的仪式 但是什么是灌顶呢? 在古印度转轮圣王的太子要即位的时候 转轮圣王会把四大海水收集起来 从太子的头上淋下去 代表从今以后 这个四天下属于你的 你要接续你父亲转轮圣王的位子 开始统治这个世界 后来佛教中将这个仪式衍生到佛教来 在日本的真言中这么解释灌顶 大致如来以智慧的般若法水 来灌我们初发心菩萨的头顶 也代表佛菩萨圆满的功德传授给我们 在秘中灌顶叫做授权 也就是透过灌顶 我们可以修行这个本尊 申口意 申我们要比手印 口我们可以持这个本尊的咒语 意我们可以观想这个本尊的形象 以及种子字 因此灌顶也就是一种资格 但是相对的灌顶也是一种责任 从今天开始 我如果受了观音菩萨的灌顶 我就要跟观音菩萨一样 慈悲利益众生 我受了欧彌佛的灌顶 我要引导众生都往生极乐世界 灌顶除了授权 除了资格 也是一种责任 至于灌顶 是不是真的透过种种的仪轨呢? 是的 有可能上师会用一个宝瓶放在你的头上 代表你得到这个本尊的宝瓶灌顶 灌顶有瓶灌、密灌、智慧灌顶 以及慈意的灌顶 但是最重要的是透过灌顶的仪式 能够转化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从一个凡夫 进而成为一个佛陀 但是是不是完整的接受灌顶 就要看我们内心有没有得到净化 未来的行为有没有越来越像佛 或是菩萨的行为与修行 这才是真正得到灌顶 好 关照 这下午 有故事 你还要不认可 多久 Orac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